大家把手头工作停一停 我有事想要宣布 万幸 骆总写了一封表扬信 高度赞扬了我们MH 当然 袁总带队功不可没 还有一位同事表现非常出色 将军 由于你的出色表现 公司决定提前结束你的试用期 正式转正 万幸的案子也由你继续跟踪 恭喜你 正式加入完美食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会继续努力的 恭喜你 顺利通过第一关 大家继续忙吧 明明工作做得一塌糊涂 还可以提前转正 要不是因为我们网洋不劳 我吃了 张军 恭喜你啊 作为我们四个里面第一个转正的 你可要请我们吃饭啊 你不过四个님的转正的 你不不认识 你不认识 好吗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的发生 最久了 你和我的推荐 你这种 还要不是得感谢我 带新人嘛 不用专门来感谢我的 是吗 那这天下有白送的房子吗 什么房子 房东先生 您可真是用心良苦 不是 将军 你别误会 我其实是觉得 当初没让你进MH 太过分了 所以 你看咱们俩 这么多年的交情是吧 我希望你有一个 良好的居住环境 来弥补你的这个 失业之苦嘛 我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弥补 你抬高我的房价 让我无处可去 千方百计让我住进你安排好的房子 你跟我说弥补 你倒不如说你习惯了对别人的生活 指手画脚 无聊耍我玩 你看着我一个人搬进搬出去 你不觉得很好笑是吗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那套房子难道不比你之前住的好上一百倍吗 骗子 我不要住骗子房子 我今天晚上就搬走 太狠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合理 哪儿不合理啊 骗我租房子不合理 那剧场说让你住得好一点 停止你那不切实际的怜悯之心啊 这种腹黑心机男是不会有反差萌的 而且这天底下哪有白痴的五彩 我还真是 又是甜蜜 又是伤啊 不管了 怎么了 这一体无减 不是 你说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是在玩他呢 不是 你到底对人做什么了 他 知道我是他房东吗 这就是你大晚上跑这儿来喝酒的理由啊 我说你长没长心哪 你是不是觉得你千方百计地把他圈在身边 他就能反应过来你喜欢他呀 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天真 我就 对于别的女孩来说呀 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您那位来说 不会 就你原来是怎么欺负他的 我听了都悲伤你刘承海了 除非他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否则啊 他绝对不会认为一个自己人生中的 超级大反派 会喜欢自己的 那你说 他会喜欢我吗 你觉得这蓝精灵会喜欢格格欧吗 的 我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 你 给我感谢到明天最早的那班伙伴 我现在就做 我要出场